你们说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段 咱们野菜的时候 还能碰到 对这里还有呢 这里还有个小的蓝色小龙虾 让我忘了 起形比较小但是比较蓝 很蓝 养在缸里看看吧这个 之前都养在池子里了 这个咱们给它养在缸里 还有一条 全黄无杂质的 在这 扣住了 火力非常强 拿不太起来 很黄 没有什么杂质 我也给它丢在这个原生缸了 好在一起了 一个蓝色小龙虾 一个黄色扇鱼 身体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杂质 背部有那么一点点 特别黄特别黄的一条扇鱼 我这缸里的灯有增烟效果 现在看起来还有点红了 剩下的应该还有几条 像这种 小黑鱼苗子 这个不养 咱家养的都是大黑鱼 还有这个小鳖 小娃娃 好像还有一条更小的 可这呢 这不还是它吗 在这 还有一只更小的 这个咱们都养在硅缸里 其余的都是一些泥丘了 拿来做个检疫 清个肠 用来喂鱼 本来就是弄一些泥丘 回来给鱼当鱼饲料的 没想到还能弄回来条 金黄色的扇鱼 现在往这个树柜下面躲了 自己会找地方藏 咱们以前在原生缸里面 养活扇鱼 一直都可以活着的 觉得鱼吃不了它 还有这个蓝色小龙虾 在这呢 可怕这里先养着吧 以后这个钢 紧会拆了 拆了看它们还在不在哈 есть 但是 статочно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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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